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城新闻 我是润鱼 维多利亚的正确打开方式呢 就是夏天去参加户外活动 冬天呢就来参加维多利亚的华人社区活动吧 前两期的节目中 大家已经了解到 维多利亚的春闻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准备争 而维多利亚的第七届好声音也已经拉开了帷幕 报名时间是双十一之前就截止咯 大家要记住时间 十一月十一号报名截止 所以大家想要参加的话要尽快去咯 而决赛日期是十二月一日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 请看大屏幕 万圣节虽然没有假 但是还是很有节日气氛的 在维多利亚这个小地方 到底可以去哪里鬼混呢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四个经典的 年年得到好评的万圣节活动哦 第一个是Pumping Hunt抓南瓜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呢 就是去挑几个有创意的南瓜回家啦 用来雕刻和做饭 但是为什么要用抓 是因为在万圣节这一天 南瓜都会变成小妖怪 小朋友们要去抓好他们 然后把他们带回家 然后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田地里面 对南瓜敲敲打打摸摸蹭蹭 最后搬着南瓜回家 也是满满的满足感哦 第二个上班的活动呢 是Gala Farms的Festival Fair 见鬼鬼屋农场 去鬼屋是每年的经典保留项目 有恐怖小火车 迷宫玉迷等等 保证你和你的家人 可以有一个快乐的可怕时光 当然万圣节不仅仅有吓人的东西 文艺青年们也是有可以去的地方哦 每年的这个时候 奥克贝大街上就是橙色的一片 你会看到各种雕刻的艺术南瓜 那是因为Pumping Art on奥克贝 Avenue 艺术南瓜大街的活动 也是维多利亚不可错过的万圣节活动之一哦 具体的时间是10月27日到30日的下午5点到9点 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第四个活动呢 是90分钟的小鬼散步游行 导游会带你游浪市中心的各个经典的地方 边走边讲述维多利亚的鬼故事 带你有一个难忘的万圣旅行 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原来维多利亚的鬼故事有这么多 你每天走过的一个地方 可能就住着一个幽灵哦 但是呢导游只会讲英文 所以这也是一个练习英语听力的好机会啦 时间是10点的 10月的13日至31日 每天的6点半 7点半 8点半和9点半 但要注意的是 该活动是收费的 家庭的话是35刀 成人15刀 小孩8刀 学生和老师是13刀 虽然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月 但喜欢拍照的小宣女们要注意了 12月13日至30日 维多利亚市中心的百年广场将会变成一个美丽闪耀的光海 除了一颗被节日灯点缀的40英尺高的树之外 溜冰场和摩天轮也都让我好期待 节日当然少不了歌舞表演及娱乐表演 同期被称之为奇迹之光的音乐节也将在平日的下午4点至9点 以及周末的4点至11点举行 BC Ferry是岛民们最常用的出行方式 但Ferry床票太贵 每年还要涨价 也确实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近日 BC Ferry总办公室终于给出了官方的声明 据内部庄园Sheldon表示 每年的票价涨幅需要确保民众和纳税人可以担负得起 并且同时能够让BC Ferry达到其财务目标 用其来维持良好的公共运输 但他也郑重地表示 2020年到2024年的平均报价最多涨幅2.3% 每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 维多利亚的保卫楼项目就是去Ghost Dream看三文鱼回流 我现在带大家去现场一睹为快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润元 我们现在来到了Ghost Dream Provincial Park 国家的省力公园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呢 是去寻找三文鱼看他们的回流 三文鱼的一生可谓是一个奇迹 他们四年前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四年之后回到的地方 他们要在此长暖复唤他们的下一代 这是一个学习生物学的好地方 有这么多的参天大树和植物 也有很多的小动物 那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交叉路口 往前面走呢 就可以到达游客的服务中心 也是三文鱼的起源地 三文鱼的回流起源地 而我们的右边呢 顺着这一条小路往下面走 就可以去到三文鱼的最佳观测处了 那我们现在到达了Visitor Center 游客中心 大家跟我去里面看一下吧 那这个中心呢是免费的 但我们还是推荐大人可以交两刀 小朋友可以交一刀 因为这里的很多工作人员 他们也只是志愿者 都是在帮忙大家了解 跟三文鱼有关的知识 虽然这个游客中心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们还是有指示拍 可以告诉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比如说那边有一个小 这边有一个小的电影院 在那边可以买到咖啡和冰淇淋 我们在后方可以买到东西 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陈列物品 然后这里有一个图 解释了三文鱼的一身 Summon Run 三文鱼回流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journey of salmon has begun and ended here In the Gulf Stream River 成百上千年 三文鱼一直在此 在BC呢 有五类三文鱼是最多的 有Pink Suckeye 他们都属于在温哥华达区 他跟随镜头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有Cinook Charm 还有Coho 在维多利亚最多的呢 就是Charm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2018年的 来到Ghost Stream的 所有三文鱼的种树 其中Charm占到了六万条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Coho虽然是136 但现在有很多的渔夫们 都在帮忙他们 提高他们的数字 他们用一个大网 把他们收集在一起 然后带到了一个人工养殖地 希望可以帮助 Coho的种类再增加 那这一面呢 就是一个信息墙 最中间这个圆形的橙色板子 也是记录了三文鱼的一身 也平常是一个小的放映室 里面可以播放很多的纪录片 让大家了解 本地的三文鱼故事 那这个小角落呢 有很多的图书 也有这个化石的展出 在加拿大 BC史维多利亚 也是很注重土著文明的 在各个角落 都有他们的一些艺术品和展出 我觉得这个小角落很温馨 当大人在等待孩子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织一些小东西 无数可见的都是加拿大的贴心化服务 那这个小角落呢 展示了Gothrim的所有的树的种类 也有很多的植物和麦石蘑菇 然后这些都可以分开来看到他们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可食用不可食用 虽然加拿大的蘑菇种类很多 但是不建议大家轻易去采摘 比如说上面这两种都是剧毒的 这里也有一个对于小青蛙的介绍 但我很喜欢它上面的问题 Hello where I live 我活多久呢 Do I have any friends 我有什么朋友呢 我觉得特别好 有一些问题可以激发小朋友们去讨论 去学习他们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铁轨 而那个铁轨呢 就是在1884年建造 虽然现在没有人再使用了 但很多人还是越来越去那里拍照留念 这是一只手工画的蝙蝠 真的好可爱啊 可以看到它有个猪鼻子 鱼就成了鷹的主要食物 所以在这个小小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关于鷹的介绍 因为这个博物馆有很多小朋友来参观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很有趣很生动的文字和图画 供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去阅读 在这里有很多的纪念品大家可以带走哦 而上面有很多书 都是像百科全书一样 我觉得带孩子来到这个公园参观用文之后 带一两本书或者带一些纪念品走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旁边有请到了Randa 她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园 Thank you so much for letting me introduce you You're welcome Welcome to Goldstream Park We are in Goldstream Provincial Park in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beautiful scenery all year round In the fall the salmon come to spawn All year we have all kinds of birds and animals in the park It's a beautiful place to visit Thanks a lot 她就告诉了大家 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 大家一定要来参观哦 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文鱼回流的起点 他们先会急于此 然后沿着右边的河流逆流而上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三文鱼回流几天前刚刚开始 现在大概有三百多条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听到雨声吗 静静地站在这里 感觉置身于仙境一般 云雾缭绕 真的是很美啊 雨中的Goldstream也是别有一番紧致 非常的美丽 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拱洞 从那里一进去 就可以到达我们之前提到的 网红打卡的铁轨的地方 秋天最美的就是看着叶子 从绿变成黄色 再慢慢变成棕色 看它们一片一片的飘落下来 花底沉迷 取近通幽处 不知道我们转过这座小桥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 虽然今天是星期一 但我们可以看到公园里面 还是有人来散步啊 遛狗啊 我们终于到达了最佳观测点 我们能看到三文鱼吗 因为今天雨实在太大了 我们很难辨认 因为石头的颜色和三文鱼的颜色太接近 而今天的雨又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很难分辨出三文鱼在哪里 而现在又刚好是三文鱼回流的初期 所以今天的雨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还是很有幸 我们可以看到几条 它们一直在勇敢的逆流而上 大家有看到视频中的那一条三文鱼吗 它正在勇敢的逆流而上 大家看到了吗 今天的雨其实很多 只是因为雨水很大的原因 河巴也都高了起来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它们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小鸟 也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 这样的奇观 非常推荐您自己来一堵风采 真的是感叹大自然的力量 好 三文鱼回游 是生命中最灿烂和最悲观的里程 三文鱼无论游到哪里 最终一定要成双成对的回到出生的地方缠闷 每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 所有成熟的三文鱼从海上逆流而上 沿着它们出海的路线逆向前进 返回的路上消耗了它们身体里几乎所有的能量和体力 只为繁殖下一代而进行生命的最后一波 现在就要离开Ghosting Park了 非常的不舍呀 虽然今天的雨很大 但真的是空气非常的清新 环境非常的优美 而我更加理解了什么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比如说在小博物馆里面我就学到了一个冷知识 想蝙蝠它可以吃掉跟自己体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再次也呼吁家长们可以带小朋友们过来参观 过来学习 期待您的到临